前路触屏所有的参数功能都比以前的反应速度也要快 包括这上面显示的一些东西也要前一些 你像现在进入到主界面 这个就是显示的这个花样 你绣了时间 这个就是显示的这个花样一共有多少个颜色 这个显示的是主轴丝丝的转 就是它的角度 比如说我拿手转动一下 听到多少度 它都是按照这个在上面丝丝显示的 然后这个就是现在在第几帧位上 好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雨秀的帧数 这个是眼点的坐标 这个是现在花样的起秀点的坐标 第一个是在第几帧位 对 这个是第几帧位上 这个是一共多少个颜色 这上面也能看得到 这上面也能看得到 然后这个显示 第一次的就是转速 然后所有的就是这上面这些按键 快捷功能都比以前操作更方便了 像这个是空走 空走的话正常我们可以按帧数空走 就是有一帧有十帧 是吧 有百帧有千帧 是吧 有按色的 就是我一个颜色 一次进一个颜色 一次配一个颜色 是吧 就是比以前的应用应该是更人性化了 就包括这界面上的一些快捷的检线功能啊 什么定期修点啊 像这些都是在这个桌面上比以前的更多了 应用不好 存储空间啊 存储空间的话也是比以前大 以前的吧 可能 了 颜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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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